请看题 为了实现飞得更高的愿望 人们对早期飞机进行了很多的改进 请问 可以使这架飞机飞得更高的改进办法是 A 加大机翼长度 B 加大机翼宽度 C 减小机翼面积 D 机翼变后掠式 干嘛呀 快快快 你让它自己打 出来 改来改去 小妹妹一开始选择 变后掠式变后掠式 你为什么要选后掠式 觉得这样子阻力风足小一点 那应该是飞得更快 我们要求的是飞得更高 谁给它改的 你给它改的是什么 我选的是加大机翼宽度 加大机翼宽度 那说说你的理由 因为我们现在的飞机 它在后面是有精翼的 然后我们如果想调整这个飞机的生力的话 我们是要调整精翼的位置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想让飞机飞得更高 我们应该是调整这个机翼的宽度 那你为什么给它改了 我感觉A和B都可以增加这个飞机的生力系数 但是我还是相信我的队友 你们四个人谁能给我说一说 飞机有了翅膀 为什么能飞起来 因为飞机有了翅膀之后 它由于上表面和下表面 它不平 它不是一样的 上表面是凸出来的 下表面是平的 当空气流经机翼表面的时候 上表面和下表面的气流速度 是不一样的 上表面的气流速度会更快 因为它们两个会在尾部 汇合两个空气 所以说它上面的空气更快 它的气压就更小 下面的速度更慢 气压就更大 所以说它会给它提供一个向上的生力 好 来 今天我们专家的意见 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是把 在那个机翼的外面 加了一块面积 第二个方案呢 你们都选了 是在它的机翼的后面加块面积 总面积这两个方案是没有变的 但是一个变成了大展旋笔的机翼 一个变成了小展旋笔机翼 什么是展旋笔呢 飞机的翼展和它的悬长之比 那么小展旋笔机翼适合 高机动啊 或者是高速飞行 大展旋笔机翼适合 飞得更高 更远 因为它的诱导阻力 更小 那么变后绿翼呢 主要是为了改善它的高速性能 那么还有一个方案是 把机翼变小 把机翼变小 也是为了实现高速飞行 因为这几种设计方案都是有的 但是这次的目标 我们是按照飞得更高 去走的 或者是飞得更远 去设计的 因此应该选A 而不应该选B 这个我们可以联想一下 如果真答不出来的话 能联想一下 你想一想 当年50年代 明造一时的 美国高空侦察机U2 是什么样子 那个机翼细长细长的 就像一根扁单 当时凯利约翰逊 画这个飞机的时候 首先就画了那个机翼 因为他自己知道 机翼越是细长 就是傅老师说的 展现比越大的飞机 越具有高空性能 能够飞得很高很高 24000米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造的世界上 目前是最大的 无人机 全球鹰 阿Q4 它的机翼 也是细长细长的 因此它能够飞到 19000多米的高度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 前灯效应队 没有答对 扣掉20分